脏脏包真的吃了嘴巴好脏 手也好脏 但就是因为它脏 所以反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一路从韩国红到中国大陆 热潮现在更烧到台湾 很多烘焙方纷纷推出 虽然脏的效果一样 不过业者强调 故中巧妙其实各有不同 我们这边在风上卖的脏脏包 我们上面有搭配着杏仁角 跟韩国那边比较不一样 所以说除了酥脆口感以外 增加了一个香的味道 那我们的可可粉也是属于严选的 法芙娜的可可粉 所以吃起来味道又更不一样 那韩国里面的话 我们用的是可颂的面皮 所以它会有酥脆感 这也是跟一般坊间用面团的方式的 改良的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走传统的方式 配合儿童节 这些餐厅也推出了化糖的活动 消费者只要消费额度达到门槛 就能免费画出自己的手工饼干 风上的烘焙 这一季推出了脏脏包 修修包 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化糖饼干 那我们现场还有很多免费试吃的面包 那每一个周末呢 除了你来消费 就可以来免费体验一下那个化糖DIY以外 然后我们每周六日都有限量推出40个脏脏包 跟修修包 那大家欢迎来带小朋友 大朋友都一起来体验 然后这个也是限量供应的哦 不管是脏脏包还是化糖业者绞尽脑汁 不但一夜结盟发掘在地好物 更得不断的推陈出新 吸引消费者们 要能够在餐饮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凯破新竹林保德 蔡文起采访报道